一家神秘公司 号称兼职挂靠 可以躺赢人生 好 很好 非常好 挣钱最好 就感觉跟洗脑似的 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看似天衣无缝的伪装 一年三到四万嘛 我给你找个勾的 你找双证的话 不一年八万吗 卧底侦查 秘密取证 直抵真相 卧底记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我们的鼓鼓声 担长部即将之后 五点正式上班的时候 他们领导 每日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激励式的那种 2022年4月9日 在北京市昌平区的 一栋写字楼内 老谢暗中拍下了 这家公司内部员工的 激励晨慧 这是老谢入职公司的第一天 也是他卧底侦查的第一天 这家公司究竟是什么经营模式 因何能在短时间内招揽大量客户 拘连大批资金 2022年3月20日 曲某来问卧局报案 说在网上办理一级消防自治 证书被骗十八万 令民警难以置信的是 曲女士遭遇的骗局 竟然始于两年前 因为当时家里有一点财政危机 然后呢就是既不择实 就想找一个缓解家里的财政状况 2020年5月 曲女士想要把家里的一些旧物 挂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寄卖 然而在筛选二手交易平台时 他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件特殊的商品 就是看看那个旧物回收 结果呢忽然发现有证书 而且它上面有些小字在注释 可以兼职 而且还有视频证明 买家声称他们的教育机构 可以协助客户通过兼职挂靠 提高收入 而且不会影响本职工作 并给曲女士发了一段签约视频 就是那个持有证书的人 和兼职公司签的协议的场面 而且钱都是现金在那挪着 这些震撼的场面 让曲女士怦然心动 不过这样的兼职挂靠 又如何操作呢 在客服的推荐下 曲女士添加了该公司销售主管 微微的微信 并要求对方出示营业执照 正是这张营业执照 引发曲女士一丝怀疑 我说为什么你的公司那个 2020年3月份才注册呀 而且他那个主管当时扣来这个奖秘密 之所以他姐我妹快上市了 我说你给我拍呀 他拍了一整墙的那种 什么质量 就是315质量那种 奖状的那种证书 然而曲女士的怀疑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的介绍中 这个名为微微的销售主管 显得非常专业 几番了解下来 迫切需要提高收入 贴补家用的曲女士 决定已逝 这我就交钱了 交钱他说 我说多少钱啊 13800 还是还是说给你打个折 10240还是多少 我记不很清楚了 然后我就给他了 因为他说你交得快 兼职证书下来 就是那个资格就快 你叫他卖他就卖 办证的目的是 是拿着这个证去那个兼职 就是挂扣 然后挂扣出去 把一年那个兼职费 比如三五万 对方有的就是承诺他说 你办完证下来 一年就回本了 交完钱后 曲女士一直没有等到证书 和兼职的消息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在曲女士的反复催促下 公司的销售主管威威 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她是怎么说呢 她说姐 你不如两个证一块板 因为你下来的时候 就是一年三到四万嘛 她说我给你找个高的 你找双证的话 不就一年八万嘛 然后我就说有没有意义 她说有 我说有没有这个智慧 就是消防员还是怎么样 那种 咱没那么四五万 咱一年一万也行 或者五千也行 只要是能解点人 还没知己就行 结果我就顺着她的思路 我也是 她是给我提一嘴吧 然后我就上套了 新的解决方案 得到了曲女士的认可 然而她不但要额外付出 更多的费用 而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请求 到月末的时候 姐你帮帮我 我又得吃苦瓜了 姐你得帮帮我 我完不承认我 我今天晚上加班 加到十二点 我求你了姐 我给你 再给你把钱 她说姐不行 你得给我一万二 她说我就差着四千的业绩了 我那时候还没有很醒悟 因为我总感觉这个妹妹真不错 曲女士觉得如果证书多了 兼职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家里的财务问题 就可以迎刃而解 另外 巍巍一个小姑娘 独自在外打拼不容易 帮助她完成绩效考核指标 也算一个人情 虽然两人只是线上交流 但是言语间却很熟络 就是说明年的春天就结婚了 我还想我说 我说薇薇 我到时候姐给你随礼 她说姐我欢迎你上我们家乡来 就是我这才理解 那个杀猪牌是多么要命 不是说多么饥渴 那个感情上 是因为你根本无法抗拒 一个成天 就是说对你百般好 或者是问候了 或者等等等等 除了你打电话 有时候你确实烦 但是她又觉得你还挺可怜她 她老是一个弱者的心态 而且就是说 姐我给你每次都是给主管说 你的放前面 然后主管只要是有兼职公司 马上第一个给你处理 所以你想听什么 她提前都提前说 说完了 就是后面说姐我给你垫钱吧 那个你到时候有了再还我 就是一直就这种态度 我哪好意思 徐女士便再次交钱报名 争取更多证书 同时 她也想依靠自学考试 拓宽兼职渠道 于是 她又被拉进了各种明目的学习群 我是不大处学习的 但有自己的方式 2020年8月20日 在微微的推荐下 徐女士报名了全国一级建造师考试 徐女士说 我这儿本身不符合这个考试报名资格 然后说你交一部分费用 我们提供这个服务 然后首先是能给她报上名 报上名之后 我这个徐女士感觉确实她有可能这个公司能力很强 能帮我报上这个考试 越学觉得坏事了 我一看真题 我都觉得 这里边不是表面这么简单 那个各行入各山 她自己的专业的人 比如说考意见的吧 她就考了 有时候考个七八年什么 她考自己啊 她就不行 她就考不过去 何况这些行业外了 我都觉得我可能过不去了 我过不去 我考她干什么呀 无法通过考试便无法拿到证书 更谈不上兼职收入 曲女士马上将自己的困惑反馈给薇薇 我不就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吗 我就想问 我说有没有改分的途径 我主动问了她 她说 她迟疑了一下 但是她说姐我问一下 因为都是那种很客气嘛 很珍惜对方 然后她就去问 她说有 她说给你个打折价 随后公司的奖经理告诉曲女士 修改成绩的价格是每颗一万元钱 为了有始有终 曲女士不得不支付了成绩修改费 我交了三万五 就是意见和监理 后来呢 她说可以给分的前提下 又交了两万 她说给你有情价两万 然后这不都是五万五了吧 五万五再加一个 个两千的那个代报名费 四千 将近六万了 在几次网上查询后 曲女士的成绩仍是不合格 2021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说怎么那个分数还没有给啊 她不说吗 她说年后就给了 五月绝对她都自动给了 到了2021年五月份 曲女士的成绩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在讲经理的游说下 明目繁多的学习课程和兼职愿景 分治她来 2021年吧 夏天的时候 我说我也想给我照付报 所以我又把我照付给拉上了 她说你就拿三万吧 你看你订了这么多证书了 这个意思 咱就有个有一价 代报名费 加起来也就是三万一千八百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底 曲女士先后因升级课程 找优质单位关系 追加相关证书等理由 向该公司转账十八万余元 但所谓的挂靠兼职的承诺 从未实现 2022年三月底 当再次向讲经理和销售主管微微 询问进度时 曲女士发现已被对方拉黑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前人当时许诺这个说法人能给答案 二是这个能更改分数 说明这个说法人是确实被骗了 我们就立即对这个案件进行了立案侦查 徐某在这个背景好学生教育 可以用的公司 安排下 分别前往了四川成都 山东吉南 德州参加一级检造师等过家考试 考前现任为其提供了考试的答案 徐某考试成绩查询为不及格 现任有多次承诺 因为更换手机 曲女士无法找回这家公司营业执照的照片 她只知道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北京 除了与蒋经理的聊天记录外 她能提供的线索只有多次付费的截图 就是说法人 光凭他自己说的 确实也有证据 但是我们不敢说明他是个犯罪弹务 有可能在里边打工的上班的 个别的几个员工 利用这种办证的情况去诈骗一遍 我们不敢百分百里面所有的团货都干这个 我们通过被害人提供的这个转账记录 反查到那个嫌疑人的银行账户 然后通过这个银行账户 也关联到他这个公司 信息显示收款方为北京郝某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法定代表人为董某磊 而董某磊名下同时经营了两家公司 另一家就是北京学某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证查出来的情况就是 对方不再使用好小生这个公司了 他真实在使用的是现在叫薛之经这个公司 他这个公司的股东能关联到这个蒋某 经辨认这个蒋某斌正是此前承诺曲女士 付费修改成绩的蒋经理 因为他是高管嘛 在网上查到这个薛之经 他是公司的股东 我们就偏向于他这个诈骗是公司的行为 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在了董某磊经营的两家公司上 武城警方决定前往北京实地侦查 这家薛某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一栋写字楼内 如何掌握这个公司的人员构成 并避免暴露侦查意图 警方一时没有好办法 此时一则招聘信息进入了视野 我们同事以应聘的方式进入到公司 2022年4月8日 武城县公安局的辅警老谢和小王 同时以面试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公司 他问我之前是干什么的 之前在北京从事的生活工作 亲戚在北京开了个店 我之前一直在他店里帮忙 他说你什么时候才离开的 什么时候等于是相当于离职的吧 我说我最近刚想离职 想换个工作 因为不想在这老在他这个部门 从事这个行业 想换个别的行业 就是他又问了 你对我们这个行业了解吗 了解多少 我说我之前简单的看一下 你这个行业就是那种销售嘛 只是他 他这只是销售那种 职业要试的课程 公司招聘的岗位 对学历和经验没有要求 面试的过程也不复杂 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老谢和小王相继回到了酒店房间 他们只能静静等待面试结果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小王的电话首先响了 我们两个都是下午接到的通知 他现在前期他接到电话是 他那边说是能够了吧 好像是叫他 叫他等等 叫他后期如果需要的话 再给他联系 如果年轻帅气的小王都被淘汰了 那么老谢觉得自己很难通过面试 面试的人也挺多的 基本上就是25岁到30岁左右的 如果不能以员工的身份进入公司内部 卧底侦查 他们只能着手准备第二套侦查方案 在这第五个门进去了 他说是个会议室 丸路门口那是前台 里边就是分开就是有五套吧 一套是十个桌子 就是能对着的一边五个 一共是五套 大约有四十多个人吧 在那戴着耳机 在联系那种相当于潜在的那种学习的 学员吧 然后旁边是一个单独的经理室 还有一个培训的会议室 忙碌碌碌的来还不少 正当几人尝试着 勾画公司内部的平面结构时 老谢的电话突然响了 对 我是 我这边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行 拿好 我这边是下午四点多 不到五点吧 过来的信息交流 明天各级上班 虽然这个结果让老谢大感意外 但是侦查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要求的是九点上班 完了之后提前去了一会儿 到那之后 先到公司里 到公司之后 看着他们就陆续的那些同事 陆续的就来了吧 来之后就是在自己的工位上 他等到九点正式上班的时候 他们领导 就是有一个每日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给激励式的那种 虽然老谢不明所以 但是每个小组高喊口号 着实疯狂 随后没有任何培训的环节 老谢就可以上岗了 因为工作内容 有完整的模板可以参照 给我们一人一个那种画术模板吧 一人一个本 就是画术本 怎么给客户沟通 客户给你回答这个时候 那个模板上就有 客户回答什么话的时候 你按照他的回答的话 你接着往下说 老谢拿到的是 职业要师资格证书的画术模板 其中的详细程度超乎想象 他们本身那个职业要师是 有那种学历 或者曾是这种 这种工作才能报考的 他那画术模板就是 我符合这个学历嘛 你是学的这个专业嘛 或者你有那个大学毕专科学历 或者本科学历的这个 你符合这个要求啊 你可以免试几科 或者给你要求 你考几科 你学习什么内容 不符合的 他下面就是 客户一说的时候 我不符合你这个要求啊 他不符合就是 我可以通过那种 那个企业代办了 还有什么 给你伪造资料了 什么给你满足这个条件 他后边一层层 他都有画术 照片的背后 是否隐藏着其他利益链条 老谢进入侦查角色后 想方设法寻找这些办证考证 兼职挂靠的背后逻辑 和同事就是闲聊天的时候 我说咱们给客户许的 他们不用考试 咱能给他下证 咱能给他兼职挂靠这个证书 我说咱真能办吗 其他同事就说 反正老板就叫咱们这么说的 咱这么说一下 我说真能挂靠吗 其实那些上班的同事也不知道 经过一周时间的暗中摸索 老谢并没有发现这家公司 有什么特殊渠道 并且所谓的代办和伪造资料 只不过是给客户画了一张饼 客户要退钱了 或者人家要兼职挂靠 咱为什么一直兼职了之后 咱们给人家钱什么的 后期咱如果脱不了的话 直接把他们推给那种部长或者主管 后期叫他们沟通一下 经过一个多月的卧底侦查 老谢基本掌握了这家公司的诈骗方式 和主要嫌疑人的身份 陈队长在宾馆里 他办了一个新的手机号 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我这边我在公司里 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就是我把我的微信加上他的微信 他的新微信相当于我拉的客户 我就是在公司 我和他在聊天 实际上就是我把一些公司的信息 我全拍给他了 就这样 老谢一边假意与客户谈业务 一边把收集到的证据 神不知鬼不觉地传了出去 老板是那个就是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叫董某 然后还有一个销售总监 蒋某 蒋某就是我们被害人直接联系的那个嫌疑人 他这个销售总监下面有 当时是四个销售部门 而且能确认他们公司大部分人是能够意识到这是诈骗 2022年7月13日 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 抓捕行动正式展开 与曲女士联系的微微原名刘某霞 是公司的一名业务员 而蒋经理正是公司股东蒋某斌 经查 这家公司没有特殊途径 帮助没有达到报名标准的学员参加或通过考试 而那些所谓的证书视频 都是经过剪辑制作的虚假视频 而所谓的轻松高薪的兼职挂靠 更是子虚无有 目前这个案件我们以刑居40人 这个全部这个移速简单院 有25人现在已经公诉 这个15人拆取了震难处怕 冻结的资金200亿万元 至此以脚母为首的监机诈骗团伙 已全部招获 案件已成功告破 特别感应 开始的时候一肚子怨气 后来感应 全是感应 什么怨气 消失在你 所以除了感谢公安局 除了感谢周围的人 感谢生命中出现这些黑天使 这种教训 你不通过这种退屈的方式 你是体悟不斗的 通过办理此案件 告诫大家 办理国家中间 一定有走正规的途径 不要走所谓的捷径 以免伤到处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